大家好,華記12月21日深夜報導 今天駕車經過六本木鳥屋書店 對著東京鐵塔,有一個火樹銀花的聖誕燈飾 駕車看到的時候很美,不如報導一下 報導一下香港最新的通關情況 今天鋪天蓋地說1月3日正式通關 看到頭條日報,香港01,都引述香港衛視的報導 這個衛視報道,立即得到譚耀宗 他們回應,說很近,很近,很快通關 譚耀宗,大家都知道和中央的關係很密切 譚耀宗放的資料是OK的,OK準的 所以我深信 譚耀宗都已經知道,春光水暖鴨鮮芝,快通關了 1月3日 不過這樣 我們覺得1月9日通關比較大 因為港鐵羅湖站3456試車 你也要試完車才通關 所以我個人認為 1月9日通關的機會 大一點 這樣就好,拭目以待 再講講 香港的有單新聞 話說見到 CNN說我們中國 突然之間 鬆綁這個疫情的政策 就會有過百萬的人 死亡 其實這是很明顯的雙重標準 因為美國 因為新型冠狀病毒 死亡的數字 已經突破了 100萬 在今年年中的時候 現在更加不止 但是為什麼現在全世界 包括英國,美國,法國,歐洲 或者這些北約的組織 全世界 指控 就說 在你大陸 北京開放這個 政策不對 你現在鬆綁這個疫情 你死得人多 治於人民 於不理 不顧人民的死活 不斷砌我們生豬肉 他自己 就真的死亡過百萬 他們西方社會 又不會大家覺得 你放開我,我放開沒問題 但是我們一放開 就好像刺中他死穴 就瘋狂地抹黑你 誣衊你 唱衰你 所以我今天希望透過這個視頻 說回今天另一個新聞 就是 CNN抹黑我們中國 就說 唯有大量死亡 很多人是被他嚇死的 所以你看到 中國就會團約 西方社會 不斷滲透這些 直入思想 恐嚇你 令到你恐懼 去搶藥 就是他們的目的 那麼 我們今天看到這個報導 就是 夠膽跟CNN打個賭 中國 不會出現 新冠死亡過百萬的情況 因為CNN報導 在大陸 解放了疫情之後 死亡人數會超過一百萬 但是根據香港 大學的預測 按照 中國 中國14.1億的人口計算 如果大規模 不提倡打疫苗 這個措施 死亡人數將會達到 96.44 他用香港的比例 這是香港大學的疾病 人員預測 CNN報導 因為他說中國有龐大的人口基數 所以 百萬的死亡 難以避免 但是中國是否真的會因為放開這個疫情防控措施 死亡人數 超過一百萬 這裏報導說未必 有原因的 我們先說 理據 不要理他們的雙重標準 首先 上述這個預測 是有假設的前提 即是開放管控 不是大規模提倡疫苗 加強 疫苗加強針 的措施 現實 疫情是三年來 中國的疫苗接種率 維持在較高的水平 中國人完成兩針的疫苗的比例 超過90% 中國國家疾病局的數據顯示 截至11月28日 中國60歲以上的人 全部接種人口 佔了 86.42% 在80歲以上全程接種 疫苗佔80歲以上的人口 65.8% 所以放寬防控同步 還有加快推進老人的 新冠病疫苗接種 目前中國 不少地方 已經明確 說今年年底 或者去到明年一月 80歲以上的人群 接種新冠疫苗 第一劑已經超過九成 60至79歲符合條件 已經達到95% 所以中國在河南縣放寬的疫情防控 兩天後 即是在12月9日 通知各單位 充分利用大數據手段 結合敲門行動 上門核查 精準 摸清 60歲以上 目標人群的底數 建立目標人群的 基數 逐一 上門 逐一 消耗 疫苗 所以在這裏來說 中國的情況 未必就像 Omicron的毒株 自然傳播的可能 疫苗已經建立起 基礎的保護帳瓶 集體有一個 群體有免疫系統 人人都有抗體 可有效 抵擋死亡率 未必會出現 百萬人的死亡 這個很明顯 告訴大家 美國 還自映 在這個防疫 是第一名 即是全國地球 對於新型觀眾的防控 最厲害是他的 但實際上 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 最多就是他 所以我想跟大家說 這些雙重標準 我們不知為何 不斷被人恐嚇 搞到內地有些網民 有時候 透過一些 Youtube 或者外媒 他們發放這些消息 他的目的就是 恐嚇 內地的人民 我們看到 其實內地現在 開放了之後 所有人都中了 包括我認識李力池 李力池也有兩條線 然後在網上 譬如抖音、大洋、小洋 都中了 韓洪都中了 其實很多人已經全部中了 現在已經是康復了 所以我覺得 大家不要被西方媒體 恐嚇 就算我們香港 其實就算中了又如何呢 很快就好了 日本就不用說了 你看看我現在身處 日本六本木 多少人出來拍照 多少人出來聚會 我身邊這裡 全部都是人群 你說日本有沒有人中? 有我們公司也有人中的 沒事就上班 有事就回去休息 基本上你說 外媒都是說 日本雙風藥搶都沒有了 我現在隨時去藥房都買到盒子 其實很多時候 媒體 就會煽動 當你覺得藥房買不到藥 你就無緣無故去藥房買藥 人是有一個飢餓的銷售政策 別人說沒有你就會去搶 大把你就不會去搶 因為物以罕為貴 所以今天先說到這裡 謝謝大家支持 順帶一提 愛國愛港的1月2日 千人宴聯輔萬宴 已經全部滿額 再次多謝大家 但是近日內地有一個最新的口頭點 就是 新型冠狀病毒 你舔了東西 就叫做楊過 舔了東西 好回來 就叫做楊康 舔了東西 再舔了東西的 就叫做 黃蟲羊 你從來都未舔過東西的 九陰真經 所以我也是想大家 一起舔了東西 那些人就會比較安心 一起舔東西 哪裏都看到陽光 沒問題 很快就好了 放心 Hello 大家好 我是Yanny 大家好 我是司徒 司徒先生 通關在職 有什麼筍盤要介紹給大家 星期日置業 我們想到一個筍盤 就是在中山海雅 紛紛成 現樓即買即住 還有一些特價單位推出 保密尋規底 聽說這個單位是發展商的示範單位 來過之前是不是 蕭雯先生 這個單位 連著精裝修 還有全屋家車電器 送給你 發展商 還有送第1年管理費給你 價錢呢 多少錢 價錢呢 就說30多萬元 就可以做業主了 而且交通方便 樓下有商場 又有酒店 配套非常之好 而且加上這個樓盤 在這個輕軌站旁邊 只要我們搭這個 輕軌 去到廣州南 然後轉高鐵回香港 交通方便 我們的高鐵總站 都在我們公司的對面 所以這個樓盤 非常吸引 Cell先生 是 大家記住這個星期日報名 千萬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好了 到時見 拜拜